而几个人刚刚上车 沈凡兴便摘了围巾 脱掉自己的羽绒服 你也脱掉 说话间他并没有抬头 但是沐婉婉却知道 他这是在跟他说话 跟着他的动作 将自己的衣服也脱了下来 之后又跟着沈凡兴 将衣服先后给了唐姐 唐姐冷声吩咐了一声停车 抱着两件衣服便下了车 之后从后座拿出两个备用毯子 递给了两个人 沈凡兴将车窗放了下来 冷眼看着车窗外 唐姐皱眉搜索手里的两件衣服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沈凡兴没说话 此刻唐姐已经抱着两件衣服走了过来 隔着车窗弹开手 洁白的掌心里 静静躺着几颗暗灰色的圆球 像是药丸 是摄香丸 用其他香料遮掩出了气味 味道跟后面那辆车里的香薰差不多 司机这个时候也有些好奇 转过身来问怎么回事 唐姐出于礼貌 还是将手中的丸子递到他面前看了看 司机低头吻了吻 怎么了 司机弯身从副驾驶面前的储存盒里 拿出一盒精致的木盒 这个是刚刚那位女管家给我的 说是很好的香薰 给我一盒让我放在车里 我现在这一盒还没完就把这个收起来了 是跟后面车子里一样的香薰 也就是说跟这几颗丸子的味道差不多 看起来是想要掩盖这些东西的存在 才准备的这些吧 这个老女人想的倒是周到 不过他们的手段可真是拙劣 如果把射箱做成香水之类无形的东西 总会比这几颗 可以轻易被搜出来的丸子好太多吧 他们真是想要一件双雕啊 岂能让孕妇成功流产 又能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毕竟从头到尾 这一路上只有我跟他在一起 他一旦有事 绝对跟我脱不了干系 如果再轻易搜出我身上的东西 人赃俱祸 我就是长了一千张嘴 也解释不清这件事情 害人的手段可真是花样百出 层出不穷 看来这么多年 他们也没少害人 你在想什么 把他们收起来 你确定 当然是要密封好 两个人的对话终止 等到车里的味道都散去 沈繁星才放起车窗 转头看向沐婉婉 只见他脸色苍白如纸 看来跟我回去 也不是很安全 有人是真的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想了 算计到这个份上 可见 他到底有多容不下你和我 太可怕了 那个女人 真是好阴毒的心思和手段 唐俭上了车 沈繁星看了一眼时间 前面是不是可以抄近路 有 只不过有些颠簸 走近路 我好吗 感谢观看